11月20号这一天是世界儿童人权日 华人共青植中心20号在花莲的大圆摆办理了 华人共青植中心宣导影片 继父母练习部的发表会 为了强调父母就算终止了婚姻关系 与孩子的亲情不应该因为父母的感情生变而消失 由华人共青植中心主办 华联儿童继家庭关怀协会承办的 华人共青植中心宣导影片继父母练习部发表会 11月20日世界儿童人权日这天 在华联圆摆提倡重视离异父母 对儿童的照顾和亲子关系的维系 目前台湾的理问率又高居不下 所以也就因此造成了很多 这个父母离异之后 产生了很多的儿童权益的问题 对小孩子的爱呢 我们通话都会觉得说 好像我觉得什么样子最好就好 可是其实爱这件事情 爱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 分什么 分小孩吗 分小孩吗 小孩子可以像主动 跟那个智慧一样这样子拉扯吗 当然不是 那如何让孩子在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改变 巨大巨大改变的情况下 真然能够享有爸爸跟妈妈的效果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这边 要呼吁的 我们礼拜三下 我一个爸爸带小孩来接受指导 他就在这里调饼 他说可以送我一只吗 八岁的小孩下来的时候 他拿着这一支笔 跟孩子说 你知道吗 爸爸妈妈好你就会好了 这支援手册里面其实会谈到父母他怎么样自己做情绪的照顾 我们有很多的练习题 有很多的着色 这个圈选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我们整个设计是仿告我们其实很早期的博语作业步 我希望所有的父母回到初心 回到我们成为朋友的初心 离婚结束的只是你们婚姻关系 并没有结束亲子关系 所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阶段开始重新做父母 活动中也播放离婚后一同爱孩子的宣导影片 强调即使各自天涯 孩子仍需要父母在大雨中共同撑起保护伞 这次编制的共青植练习部 除了在华联市三厢正户所提供 而家协会也呼吁希望有更多企业捐助印制 让全台离义父母透过练习部的填写 整理彼此的关系 让每年约7万名离义父母的儿哨受惠 记得蒋方燕华联市报导